放眼望去 黑压压一片 上百人排排站跟着前方队伍走 填资料又压手印 看起来像是在举办活动 但其实这些人全都是来自首的 马尼拉的毒虫毒贩吓得统统跳出来 全是因为这位狠角色 如果我变成总裁 这不是一样的血脂肪 我建议这3个毒贩 3至6月之后 智力打击毒品犯罪 菲律宾准总统杜特地 人都还没正式就职 国内扫毒行动已经开始全面展开 警方积极攻坚扫毒 好几十人被抓回警局 暂时拘押管制 杜特地甚至放话 只要他一正式上任 不排除一天杀10个人 要在6年任期内 全面根除毒品问题 杜特地出众手料狠话 大规模扫毒不手软 但强势重整菲律宾治安 却也引来不少争议 宠物当家 6月29中英文版同步上映